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方块哥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玩植物大战僵尸2的原版 我们可以领取一个新的东西了 可使用植物加一 额外得到植物卡槽 太好了 接下来是65个 这个星星碎片 就可以得到一个阳光产 OK我们今天来直接挑战吧 第13关困难模式 至少生产3000个阳光 这个简单 同时还得活着 这关有二级的加农炮小鬼僵尸 我的天 那咱们再来放置一个什么植物呢 我看看 蔡温吧 蔡温可以左右开工 好 开始挑战 先来放置原始向日葵 这关收阳光很重要啊 所以咱得多种向日葵啊 来个弯度射手 先来对抗出现的第一个海盗僵尸吧 我们先要保证每一行都有一个攻击型的植物啊 同时呢 每一行都得有这个向日葵才行啊 出现了一个鹦鹉啊 这是海盗船长僵尸的武器 它呢可以拔走我们一个植物啊 然后呢 让我们的钱啊 就浪费了 这儿呢 这儿来一个岩江翻式料 轰掉它们 这儿来一个蔡温 蔡温呢 是中进土的攻击比较强 首先我们再来放置一个能量化 让能量化发一缩的出去 再来一组 岩江翻式料 哇 这个值了啊 一次轰死了好多个僵尸啊 能量都是来一组 桑胜爆破手 来一个 蔡温来一个 让你飞 岩江翻十六 哼 再来一组 能量斗 岩江翻十六 再来一组 三千个阳光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 岩江翻十六 这应该是最后一只僵尸了吧 海盗船长僵尸被我们击破啊 OK 顺利过关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关的这个宝箱 能开出什么 得到三个植物碎片和两千个金币 好了 同学们 我们今天先到此结束 下期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挑战植物大战 僵尸2的困难模式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